玉玲哥生日快樂 即將迎來55歲生日的沈玉玲 今日舉辦生日宴提早慶生 被問到生日願望 她竟然不是為自己許的 妳是56歲 他們是算虛歲 如果算10歲應該還是55 但沒關係啦 因為56聽起來不能亡 我願望反而都是幫別人許的 每年像熱炒店幫我過生日 那我就許願 像今年我就許願 喜歡Melody 可以找到第二孫 而寶貝女兒今年9歲 正值青春的潘逆期 除了會頂嘴 還要擔心她的戀愛問題 不過玉玲哥還是超寵女兒 為了她砸下6000萬 買第五棟豪宅 頂嘴是她的日常 那是 她因為 因為我以習以為常 對 我問我要幹嘛 我說我要出去工作 那你為什麼要工作 我說要賺錢 她會問你說那為什麼要賺錢 我說因為你要念書 她說我為什麼要念書 我就發現我不要再這樣下去了 新女兒長戀嗎 那半年有個男生 已經想方設法要跟她告白 然後那個上個月呢 我女兒回來 雙頰泛紅 然後我說那個男兒跟她告白 那我們就很緊張 在哪裡跟你告白 她說她尿完尿出來 那個男兒在廁所門櫃 那個男兒我看過照片 其實滿帥的喔 有點那種 小空於燕的感覺 是 啊但是小孩可能對外觀的審美 沒有什麼概念 她覺得你是帥哥 好 當然啦 欸 因為我一直不斷跟她強調說 我的外號叫小帥哥 她就信以為真 嗯 她叫審美會不會 嗯 會 對 對 對 哈哈哈 那最近是不是 林口又買了第五間房 那個房不是我在那邊瞎買 是 我女兒現在喔 坐校車 那校區在新店 所以校車要一個小時 所以你知道嗎 她每天是 最晚六點半一定要起 但是康巧有一個校區在林口 對 所以我當時就想說 欸 她現在小學還行喔 萬一 國中的時候 哇 課業壓力大 每天她要一個小時 然後回來也是一個小時 我有時候滿心疼的 你看她回到家六點多 寫完功課 吃完晚餐 也差不多該睡覺了 所以我就想說 這樣先買下來 你是父親嗎 沒那麼 哈哈哈哈哈 六千嗎 六千 六千啦 六千 對啊 那一棟的對面 就是未來的東森全球媒體園區 然後三井奧類的二期 然後原本的三億 整個後來現在好像沒要進行 那總之就是那是一塊 很大的媒體園區的湯面 對 然後對面就是A9捷運站 那個機場捷運那個捷運站 然後三井奧類的二期 就是因為它本來一起在那邊 然後二期要什麼帶來 那一棟是 林口最指標性的建築 因為樓高高達41層 嗯 對 有你在介紹 哈哈哈哈 我這邊 我這邊有名片 等一下 徐恩也住林口啊 對啊 宋廚也住林口啊 冰冰姐也住林口啊 對 啊對對對 但是因為他熱小天上那麼多次啊 我那時候都覺得是 夫妻的那種 情趣或者是效果 所以聽到他離婚也 滿震驚的 對啊 因為今年離婚的人滿多的 所以我現在看到老婆都好珍惜喔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喔 有離不得的壓力 你總不能搞到兩個主持 兩個主持都離婚 啊你還在 是因為沒了你才不能離婚 不是因為他離婚就不能離了 哈哈哈哈 他把這個額度用掉了 哈哈哈哈